来自新北基隆花莲及宜兰的市县市福人社长一起敲响特制的世界和平中 为世界和平祈福 今年国际福人118周年及国际福人世界和平日 国际福人3490地区结合新北基宜花市县市 102位社长举办敲响世界和平中活动 希望透过温暖的钟声为受战争及天灾影响的灾民祈福 尤其在拥有知名景点和平岛的基隆市举办更别具意义 这个活动其实我们在一年多前就已经开始规划 那当然我在基隆念书对基隆有特别有感情 那当然又因为基隆有和平岛 所以我们就把整个活动做规划在这里 当然国际福人每一年度都做不同的社会服务社区服务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透过社区服务来促进世界的和平 那国际福人把2月23号他成立的日子 把它定为国际福人的和平日 但我们希望说借此能够推广国际和平 世界都没有战争 世界都是美好的 希望大家共同来参与 代表基隆市长谢国良前来参加的副市长邱佩玲 也觉得相当感动 他非常感谢3490地区所有福人社 长期支持基隆市政府 未来也欢迎大家多多来基隆支持基隆 我第一次参加福人社的活动 结果竟然可以参加是一个全台湾第一大的社会 3490地区大的 而且是各位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刚刚听到这个不仅在社会 在教育 还有在国际地区 这也是我自己也不知道的 我觉得非常感动 我们常常在说 社会人间的力量是无穷的 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 刚才主席你说过了 去看过我们的社会处的杨处长 的确我们这个团队是新团队 其实站在津津的 那今天刚好在市议会是临时会 所以所有的人都在市议会 很希望各位用过去的精神 来照顾我们基隆市 为了欢迎来自市县市102位社长 与将近500位的福人社友 现场还安排有10台可爱的胖卡餐车 提供在地小吃美食 供社友拍照用餐 还有丰富的摸彩奖品 及免费参观海洋科技博物馆 各项展览与设施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